中华田园猫五虎上将第五弹 虎不虎奶牛猫 上帝在造物的时候可能是喝醉了 所有黑白配的动物里 智商技能点都分给了边木 身价技能点都分给了大熊猫 剩下的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比如我经常提到哈 还有本期主角 作为中华田园猫五虎将最后压轴出场的 不得不说奶牛猫是真的虎 问题一 奶牛猫有多虎 能和哈尔奇并成宠物界神经病 可见奶牛猫的中二程度 别的猫要么高冷 要么卖萌 但奶牛猫不一样 不管是玩玩具 探索新世界 还是和别的猫社交 都能展现出惊人的脑回路 他精力旺盛 且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自信 别的猫玩一会就要睡觉补充体力 他是每天睡一会就足够跑酷一整天 120瓦超级快充都没他充电快 而且他的性格非常多变 横起来打自己那是真下死守 你根本没法揣测这货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简直就是猫界泥石流 可谁能想到这么虎的奶牛猫 竟然是机智勇敢的森林城管队长 黑猫警长的原型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奶牛猫 很多都是像卡卡这样帅气可爱的 而且古人应该非常喜欢奶牛猫 所以他们给奶牛猫起了很多极其好听的名字 比如背部是黑色 四肢和腹部是白色的 叫乌云盖雪 全身是黑色 只有爪子是白色的 叫踏雪寻眉 全身是白色 尾巴是黑色的 叫雪里脱腔 反过来全身是黑色 尾巴是白色的 叫墨里藏针 如果只有尾巴尖一点白的 就叫墨浴垂珠 这么看来奶牛猫在古代 颜值应该也都很哇塞 但自从网络发达之后 奶牛猫的颜值是直线下滑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丑的简直惨绝人寰 但是我口味重 就喜欢丑的 有问题吗 没有啊 问题三 奶牛猫有智商吗 虽然奶牛猫的行为宛如智障 但它真的不傻 甚至在整个猫圈智商都算高的 开门开抽屉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只要你有肉饼冻干小猫条 它也不介意给你表演握手做下举高高 所以奶牛猫就像年少时的你 聪明 但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总结 奶牛猫性格超级活泼 虽然年人却不屑和人玩 更爱自娱自乐 它的每一个动作定格都能成为一个笑话 养了奶牛猫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行走的表情包 而且它自带拆架属性 虽然地面拆架能力不如二哈 但它还能上房接瓦 正所谓奶牛配二哈 犹如被抄家 如果你的生活平淡乏味 就养一只奶牛猫 再配一只哈士奇 一定会给你单调的生活带来一点点刺激 评论区和私信里一大拨人都要求玄猫出场 我这么好说话 那就再加根一起中华田园猫五虎上将替补蛋 黑漆马虎 玄猫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